大家好,歡迎來到熱衝衣世界 今天在熱衝衣世界裡 我們要來做蘋果牌的迷你手錶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首先我們需要圖片 還有透明膠帶 我們現在把透明膠帶貼在圖片上面 這樣那個圖片看起來會比較明亮透明 貼好之後我們把它剪下來 接著我們用烘焙紙 那這個是攪拌咖啡的那個棒 還有滾筒 那我們把剛剪下來的圖片 放在烘焙紙上面 然後旁邊用那個咖啡攪拌棒把它墊著 然後呢我們現在把熱熔膠擠出來 然後把另外一張烘焙紙蓋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用滾筒把它滾上去 這樣子呢它的那個厚度比較不會太厚 那好了之後呢我們現在要把它剪下來 那剪下來我們就剪成一個手錶的形狀 所以首先呢我們把兩邊先剪掉 那切掉之後呢我們現在把手錶帶的部分呢 再把它切細一點 所以再把兩邊修掉一點 那在修這裡的時候呢要小心不要割到手 那熱熔膠蠻軟的所以還蠻好切的 那好了之後呢把兩邊都修細一點 那這樣我們現在基本的手錶就完成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把它剪成你想要的長度 那我用我的娃娃來量它的長度 然後把兩邊太長的部分呢把它剪掉 那邊邊可以把它剪稍微半圓形 這樣會比較好看一點 那都弄好之後呢我們現在要來上色 那上色呢可以用一般的那個acrylic pen 或者是擦指甲的指甲油 那我們現在在剪的這個小片呢 這個可以不要做沒關係 這個是手錶旁邊的那一個在鑽時間的那個扣子 那我們現在剪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貼上去 黏上去 那這個可以用一般的膠水或白膠都可以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要用很細很細超細 最細你可以找到的那個鐵絲 然後呢邊邊的頭呢先把它剪成一個小圓形 越小越好 然後我們把這個鐵絲呢剪短一點 那這個鐵絲可以直接呢 從那個錶帶穿過去 然後把它搬到最底 那我們現在上色呢我現在用指甲油來擦 你可以擦成你想要的顏色 那都擦好之後呢讓它乾 那都好了之後呢在那個表面的地方呢四周圍 你可以把它擦成白色或銀色或你想要的顏色 那不擦也可以 那這樣我們手錶就完成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也歡迎你參加我的粉絲團 這樣我有新作品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逼個看到喔 也歡迎你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你想要看的下一個影片是什麼 謝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掰 再見 再見